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举动不禁让人联想到霸道总裁式的强制爱 网友们调侃到这不先算你裤子的单向奔赴 成一的一番男主地位 在优爱腾三大平台中稳固如山 粉丝们更是期待着在未来的星光大赏和尖叫之夜中 能够再次见到成一的身影 成一的全谋buff 作品不断 成一这位实力派演员 以其扎实的演技和不断攀升的人气 成为了实际扛剧的大男主 长安二十四季的官宣 无疑为他的作品库再添一笔 成一与全谋剧的结合 就像是天作之河 buff叠满 让人期待不已 他的剧集 如同精心酿造的美酒 越沉越香 每一部作品都值得观众耐心等待 粉丝们纷纷表示 成一的剧永远值得你的等待 网友的搞笑评论 互动性十足 在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对于成一和长安二十四季的讨论热度不减 有人调侃到 成一这是要开启全谋剧的罢评模式了吗 还有人戏称 优酷这是要和成一千终身合同吗 这些幽默风趣的评论 不仅增添了话题的趣味性 也激发了更多网友的参与热情 大家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期待住成一在新剧中的表现 也期待住优酷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长安二十四季以唐朝为背景 讲述了主角在宫廷与江湖之间 通过智慧和勇气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疑案的故事 剧中不仅有精彩绝伦的全谋对决 还有深情动人的爱恋故事 以及对于人性正义与忠诚的深刻探讨 成一与优酷是真爱还是炒作 在成一与优酷的这段恋情中 究竟是真爱的火花 还是商业炒作的烟雾弹 这个问题如同长安二十四季中的谜团 让人捉摸不透 一方面成一的实力和人气无庸置疑 他的家门无以为长安二十四季增添了不少看点 另一方面 优酷的独播策略和提前官宣 也让人感受到了平台对于成一的重视 然而 在商业与艺术的交织中 真真假假 谁能说得清 这或许正是娱乐圈的魅力所在 也是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